秀林社区发展协会为了推广产业加强制裁记忆 传递在地部落特色文化 今年是以知情万种创意乐佛编织工艺 在松云别馆举行的展览 进一步挑战要发挥文化之意的底蕴 优化生成也创意乐佛 传递太鲁阁足秀林部落知情万种的之意特色 继去年德鲁古之意兴趣 不让梦想变成空想展览之后 修林社区发展协会经过一年的打磨 今年的9月回到松云举办知情万种 创意乐佛编织工艺展并且带来更多样更具创意的作品 这次主题以幸福之意作为主轴 将知意图团结合礼服制作带给观众全新的体验 常能有许多纤维材料相关的实用小品 木作等多样的表现 除了知情有白白种 知意更有万万种 今年我们又来到了松云别馆 这里展示我们的作品 那今年我们特别用幸福之理 然后知情万种来去创意 我们的太鲁阁足的支部文化 其实在这个支部里面 其实变化的色彩 我们除了用我们的彩虹民族的 来色彩去变化它以外 然后用我们德鲁古族的那个图资 然后去做一些多层的变化 所以今天有一个幸福之理的这块支部 那我们因为我们要呈现一个作品 所以我们用服饰来去来做一个宣传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以幸福之理 然后带着我们的社区的妈妈们 劳动部的一些年轻的妈妈们来一起在制作 然后共同来展示这个作品 然后再来也大手牵小手带着那个木桂湾工作坊 也一起来做他们木工坊的家具 然后让这个整个展场的主题 尽有幸福成家幸福快乐的一个呈现 今年的知情万种展示部落自信团队深化挑战的功课 如何在知的领域存在与现在生活当中 展现领域上展现它的美和内涵 华林县秀文乡社会华华协会总干事张朱表示 在知意线上多了点色彩结合 在知的技术上结合专业技法 呈现复合技法与医生来传递知意的永恒价值 都是表达部落自信的姐妹们 对自己的随心而动的呈现 也是人生生活的体验 记得就用一块收到